关注一经风水,找到成功秘诀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经风水学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人善被人欺,太心软的人没有福气 老师一定要看看 为什么说心软是一种不公平的善良 因为很多事并非自己所想 却出自于心软全都如他人所愿 对他人容忍,对自己残忍 有首歌这么唱,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心太软的人快乐是不容易 别人伤害他或他伤害别人 都让他在心里病一场 他们总是习惯给旁人让步 纵容了别人伤害了自己 鬼谷子说,心软之人便是无福之人 单纯只知心软的人看似极好相处 乐于满足别人 实则是毫无原则的表现 只懂一味受气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 这样的人不但不会因为退让 受人尊重,反而会招来旁人变本加厉 得寸近视的对待 住在我隔壁的一对夫妻总是吵架 丈夫有酗酒的毛病 每晚深夜回家就带着一身酒气 惊扰了孩子不说 一到酒后就抱怨工作 咒骂同事上司 甚至将怨气撒给妻子 为此妻子苦不堪言 每当提出要离婚时 她的丈夫就如同四川变脸一般 立马规定认错 并且发誓再也不犯 面对丈夫求情道歉 妻子选择一次次忍然原谅 可是妻子的心软 并没有让这个男人意识到错误的根源 男人酗酒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甚至演变成对妻子大打出手 羞辱打骂 人心太软 下场太惨 越重感情的人越容易心软 他们容易被眼泪迷惑 被情绪左右 做人要守住原则 守住情绪 不让心软成为弱点 当你遇上人生抉择时 首先要让自己冷静下来 稳定情绪 让理智占据身心 不让感情随意左右你的判断 冷静分析自己的抉择 这样就不容易沦为情绪的傀儡 老话说得好 斗米恩 蛋米愁 人是不知足的 你次次都白给 只要一次拒绝 就抱怨你不够意思 忘掉了你所有的好意好心 心太软的人 其实都是太过善良的人 因为太过善良 所以觉得拒绝别人 也是一件错事 人这一辈子 谁都不容易 学会拒绝 别死要面子活受罪 做人有事就该无情点 心硬点 做人一定要懂得外援内方 原是处事之道 方是立身之本 曾国藩家书中有言 立者发奔自详 站得注意 达者 办事圆润 行得通也 为人堂堂正正 立之己良 不卑不亢 不向旁人低头 处事之进退 懂分寸 既不超人钱 也不落人后 能够认清实物 治愈圆 而行愈方 既要讲究处事的变通 又能守住自身的底线 不随意被人践踏原则 才能在事实上 有人有余 心软要对人 不知你的苦 就没理由让你大肚 守好一份属于自己的倔强 别让你的善良成为你的软肋 变成他人肆意伤害的把柄 愿你心底有光 身带锋芒 将善良能给予柔软的人 愿懂你心软的人 也同样值得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儿了 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